62. 《蘋果日報》 香港人有故太福盟 2015年7月13日名彩論壇 E.05常言道臨即行政長官最後一次,別高興太早 是本年最後一次答問大會 民建聯主席李維其率先發難,像一個賣乖的下屬 套用上司的口頭善民生無小事,帶出香港一宗民生大事 民建聯已經掌握了許多後行的垃圾黑點 怎麽辦?如此大事,政府會怎麽辦? 行政長官跟專責監察政府的第一大黨果然合作無間 像老夫老妻般以讀心術溝通,你擔心的,我早上好聊 就像去年已經研究過一千多行為一週一憑一樣 因時間關係,清極香港大計,不但有了狠逼字的名字 連領軍人物都算好了 第一條題問問垃圾問題 有與會議員覺得這問題很垃圾 跟著等人坐一起是侮辱 這不是嚴重了,就是遲遁了 垃圾問題不至今日此,到現在才覺得 跟到不同的人同直視辱沒了自己 為時晚而,其實在會上被侮辱的是香港人罷 一般市民活民見亂的能耐,不知到後巷的垃圾噴各裝物 掌握不到香港使用變污衛的實際數據 是什麽人那類人樣出來的垃圾黑點 但我們好鬥的戰神特首 信口就在達文大會中說香港人有故太福盟 所以,這一棍打下來,比粗口還要粗 熱愛教訓港人,是特首癖好 好好一個活該寶天同獻的回歸慶典 至此時也無忘黑臉臭嘴 斥責有人惡意破壞香港 可見本性難兒,對一小撮人之苦大仇心 很可能是上三輩子積累下來的,所以,特首在比較安全的場合 忽然講徵講楚公僕是要謙卑的,只能懷疑特首職位不屬公讀 而是阿公之勞僕,插開一筆,建制派塌陸 信主之人說,人算不如天算 尚主果然自有意想不到安排 這一回,民建聯成功爭取或掘出來許多垃圾 政府蓋的公屋食水含源隨即獲政府確認 應該也四常主有零,更顯垃圾問題之垃圾 目前雖然只一個屋H的原水送到化驗室 只一個臨性水喉將有問題,不是危言聳聽 如果監管程序出問題,誰知橫有沒有千千萬萬個違規的公將與成建商 正如一隻蟑螂老鼠出沒,附近一定還有一窩蛇鼠在 民建聯要人有人,要錢有錢 不如幫忙監察監察全港住宅的水喉有沒有用源接駁 這才是民生大事,打好政府最佳拍檔這份工 港人前世欠你的票債,會有票償的